主體為災區受災企業因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者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予以紓困 在第一項名文 它只有企業而不包括產業 第二項主要是針對第一項去制定執法的時候的授權規定 因此第二項的主體必須要限為 前項發生營運困難企業之認定 而不包括產業 第二項跟第一項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落差 是因為本來在提案的時候 是有包括產業或企業 一二項都有產業或企業 但是在實質修正第一項的時候 已經限於了災區受災企業因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 因此第二項既然是針對第一項所為的授權命令 授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因此必須要將產業或三個字刪除 才會在整個立法體力上面完全一致 針對這項文字修正 敬請各位同仁支持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那麼請問院會 針對剛才兩個提出的修正文字的意見 有無意義 好 沒有意義 那我們就照黃委員 昭順及黃委員 國昌首題意見做文字修正 好 那麼災害黃舊法的修正 我們要做以下決議 災害黃舊法增定第44條之一至第44條之十條文 並將第二條 第三條 第七條 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七條之一及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 謝謝 謝謝 今天通過三個法律案 是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那麼我們繼續處理審查會手奏之附帶決議 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宣讀附帶決議 有鑑於各項重大災害發生時 119勤務派遣系統關乎救災指揮效率及人員調度派遣效能 影響防救災結果及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證據 現今邁入科技化時代 全國各地方政府礙於經費 各地消防局仍有未